巴黎双失命案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关键证据 而在新闻热头上 国际刑事件事专家李昌玉刚好回到台湾 他今天在彰化高中演讲的时候 被媒体问到这一起案件 李昌玉表示第一现场的物证虽然已经遭到破坏 但还是可以细心严判同意 他以为警方办案的没错 如果再加上一点运气 破案的机会很大 而他也愿意提供个人的观察和建议作为参考 国际刑事鉴定专家李昌玉上午受邀回母校彰化高中演讲 被问到巴黎双失命案时 他说他并未参与此案 但对破案有信心 他也表示现在是科学证据时代 警方办案方向没错 破案几率也很大 国外这个人证我们发现只有40%到60%可靠 其他都不可靠 人证他随时可以办案 误证 你假如让误证讲话 他就不会 没有办法改变 由于巴黎双失命案到现在都没有找到关键证据 警方侦办遇到瓶颈 但李昌玉强调任何一个命案调查都有程序 但离不开逻辑 必须细心研判重建 而检警侦办巴黎双失案也发现新疑点 被告欧时成一台墨绿色轿车在案发后就报废 办案人员到了车厂赫然发现车子的后座被拆掉 脚踏垫也不见了 动机令人怀疑 你讲对不起 是有什么委屈是不是 是委屈 现在怀疑跟叫我讲对不起 另外检警也将吕炳红和谢一涵手机里部分被删除的简讯复原 当中出现了你在哪儿 我回店内了 什么时候去等等吧 这些字眼显示案发当晚两个人有密切联络 记者综合报导 Stir一齐手机里面